我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十四经典节目中来 中国有个成语 叫做此地无垠三百两 这讲的是古代有一个人 用了大概半辈子的时间 通过辛辛苦苦的打拼 赚了三百两的银子 在古代这三百两应该说 可以买当时大概两三座的别墅了 数目不小 当时没有银行 那这三百两的银子怎么处理呢 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 就在他家的旁边挖了一个洞 把这三百两的银子呢 藏进去了 当时啊 没有这个金融产品没多少 像这个私募的基金更是没有了 连银行都不见中营 然后他把这个银子呢 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还觉得不安全 于是呢 就写了一个字条 贴在这个地上 贴上 此地无影三百两 那这时候 戈壁有个叫做网恶的 就溜达溜达溜达过来的 哎一看见 哎 其他地方都没问题 什么这里有一张字条 叫做此地无影三百两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用铁锹啊 把这地挖进去 挖下去了 哎 发现了这三百两的银子 于是他兴高采烈的 把这三百两的银子呢 据为己有了 但是他也不放心 于是呢 又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字条背面 又写了一个字条 叫什么呢 叫戈壁 网恶不成通 这都是弄巧成诸 欲盖弥瞻的例子 于此相反 请大家看一下 这幅图 这幅图 这是我在微信网上看到的 一幅非常有趣的图 这位美女呢 穿着三点四的服装 然后呢 给她打上了这个横幅 这个横幅一打上去 就给人提供了 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公开性的必要 如果一个政府把他官员的一些财产 一些子女这些资料公布了 那么就不会引发公众的七七八八的联系啊 这样子呢 政府就会更有公信力了 屏蔽 往往往把简单的事情 负软化了 而郭文贵的爆料呢 使能对中共高层的资产 产生了无限的联想 这个联想呢 只会使中共的公信力越来越不值钱 那在七月二十六号 郭文贵甩出了又一记重磅 他在解释了私募基金之后 然后呢 就指控这个海航 把股份转到了 这个王岐山家族的私募基金的账户之中了 这有没有呢 我想只要美国政府一调查 中国政府一调查 这个案件呢 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问题就在于 中国的政府有一种权力的傲慢 对这些事情不进行回应 只派出这个海航进行解释一下 股权的转换的过程 至少来说到现在这个海航公司 起码海航公司我看也应该出来 回应一下郭先生提出的 指出的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股权的转换 我们作为盘观者 作为吃瓜的群众来看 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 但是呢 复杂的一件事呢 往往可以通过双方的提问 解答解答提问 几个回合下来 针线应该最终是会水落石出的 第二个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 郭文贵先生在以往的节目中 反复提出刘成杰和冠军 是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子 那到了今天的爆料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当然作为这个材料的提供者来说 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失误 是难以避免的 就好像我在做直播的时候 说错话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郭先生呢 是很坦率地承认了他的一个丑 但同时表示了他的震惊 第一个 他肯定 这个 冠军 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他拿到了玩这个冠军的DNA检测的资料 但是我看他展示的资料里面有几个洞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打这几个洞 既然是冠军的DNA资料 为什么他还要打几个洞 这是不是他又埋了陷阱 让别人往里面跳呢 我就不得而知 不过上面打了几个洞 就会让我们吃瓜的群众产生一点疑问了 接下来他又故隆玄虚的说 让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查 王岐山的DNA的档案 这个作为吃瓜的群众 谁能查得到呢 我想呢 这也不是什么很 我想呢 对郭先生来说 也许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查到了 那为什么不马上把它展示出来呢 也许他有他的后续手段嘛 先来个适应手 就好像下围棋一样 适应手试探一下对方的反应 那我也等了24小时了 目前来看 中央的新华社 还有环球时报 还没有对郭文贵 7月26号的爆料 做出反应 那另一个呢 郭文贵发现了 刘成杰跟冠军DNA的检查 是 大概只有10% 十几是相近的 那就是说 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兄弟 于是他就推断出了 刘成杰并不是王岐山的师生子 那到底是谁的师生子呢 这个郭先生说 如果把这个人说出来 就会使中国产生动担 有无数的民众会走上街头表示堪移 那我们猜一下 西地体制 那王岐山的前边 我们就按中共的排序来看 前面有几个人呢 大家都很清楚了 李克强 李克强我看不会吧 那再往前还有谁呢 还有谁的权力比王岐山大呢 就是李克强的权力 我看 跟王岐山比起来 官方来看 当然李克强稍微权重高一点 大概达60 如果平分的话是63 但是王岐山起码有62 那习主席呢 大概70 那我们想想看 其他的中共的常委里面 哪一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那耐人寻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 我很认真的把 郭文贵先生的 7月26号的爆料 听了一遍 发现呢 他没有提 虽然里面还有提到 拥护习主席 但是呢 并没有提到 国旗条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可以去 认真的思考一下 因为我们毕竟是 全外人 即便是在海外的那些 民用人士 他们大多数也都是 全外人 点评呢 往往只能做到隔靴烧羊 而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 更是隔暗光火了 所以这把火是谁烧起来的 它会烧得多大 那我们只能凭借着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大脑进行判断 当然 有我的判断 我觉得 这个郭先生的 今天的发现 是直指最高层的 因为他的台词 在这一天的台词里面 也发生了变化 本来是说一个卖国贼 现在他用了一个卖国集团 那究竟他的这个DNA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不是专业的人士 无从判断 那么从逻辑推理来看 他这个DNA的鉴定应该是真实的 但是其他人的DNA的鉴定 我觉得他冠军和刘成杰的这个DNA鉴定应该是真实的 但是其他人的DNA的鉴定 我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包括他明确指出的 那个冠军是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子 这个DNA鉴定 他是很肯定的说冠军是王岐山的私生子 我对这一点也是表示怀疑的 为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 起码两个人的展现 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不过我希望大家都拿出事实来 我希望我的猜测是错的 我希望郭先生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另外我还想讲讲 对王岐女士委托的律师董克文 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董先生是一个非常豪爽的人 而且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他不像郭先生 郭先生有时候有点牙齿必爆 只要人家说他一句话 有不尊重他的言论 他就很没人对 然后讽刺挖苦 我觉得这样子的性格不是很好的 不够淡定 不够冲农 而且连董克文先生 请记者25块的快餐 也被郭先生讽刺为寒酸之类的 实际上这里的招待费并不是像国内那样子 非得要什么大鱼大肉大财之类的 郭先生可能在国内腐败 到了这里过着奢华的生活 也奢华逛了 我们只能从吃瓜的群众来看 董克文先生的表现可以打70分 而郭先生的表现只能打60分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